而今天的Focus有两则报道 充分的显示出 如果您在您的行业里面也感觉缺工很厉害 或者您去观光旅游 会感觉服务有点不到位 是因为人力不足 这些都是全世界冰山的一角 因为疫情之后 世界各国各个行业 人力需求大增 但是都招不到劳工 我们首先看的是香港 缺工问题非常严重 香港政府宣布要引进两万名劳工补缺 但不是所有的行业放行 而且您知道吗 这两万名引进的真的是杯水车薪 因为他的劳力减少的幅度 是超过三百万人 这个里面最看重的是营造业 因此拨给他一万两千人 剩下的八千名引进劳工 是给运输业 在国际机场的前线 人手占最多 可以拿到六千三百名缺额的补足 香港的特首李家超说 引进劳工措施 只是暂时应急的辅助性 而不是永久性的解决办法 酷暑之下建案工人们耐热赶工 疫情之后 前期不少延当的工程得追赶进度 这类劳动力大的工作太过辛苦 本来就难找人手 偏偏香港最新劳动人口数据减少到了约 三百七十七万人缺工成了复苏阻碍 我必须强调 当劳工出现严重短缺 如果我们不处理它 整个社会都受影响的 包括我们的服务会差了 不达到我们的要求 我们的经济发展会被严重影响 我们的竞争力更加严重影响的 所以必须要去处理这个问题 港府决定要向外交手引进劳工 香港行政长官李嘉超强调三大原则 一是针对人力明显不足行业 二是引进的劳工工资 不得低于相关职位工资中位数 三措施是辅助性而非永久 有限度输入劳工 在这方面的应对政策 大原则是要保障本地工人的利益 为了不挤压香港人工作权益 政策最多引进2万名劳工 而且不是各行业都能申请 建造业限额1万2千名 优先应用于金额达10亿港币的 政府工程项目 譬如公营房屋、铁路、医院等 这些项目都是照顾较为广大的公众利益 同时公营项目有政府的公务部门 或者是相关的发行机构 很近距离地去监管 至于剩下来的8000名引进名额 则留给运输业 其中机场前线人手占最多 上线6300名 小巴士司机900名 旅游巴士和跨境直通巴士司机 占800名 引进的司机到港后 必须经过10到12小时路面实习 通过驾照考试值钱培训的 不仅如此 如果是从大陆境内进港珠澳大桥 到香港往返 司机每天交通费得自付 心思也是能否补足人力的关键 像是国泰航空就宣布从7月起 将调整空服员薪资 以飞行时数计算酬劳 每个月收入可增加3%到8% 据了解7月新增价 是每月生产力奖励 完成公司颁表安排的指定 飞行时数可以获双认金额 调薪后以新入职空服员为例 一个月飞70小时 月薪可达1.7万港币 国泰航空表示随着航班数量 飞行时数在未来几个月陆续增加 月薪可能还会达到2万港币 而随着全球旅游复苏 布置航空业忙帆缺人手 护照申请也是大爆满 根据香港入境处资料 今年前五个月收到超过77.8万宗 护照申请已经超出2019年疫情前 全年72万宗申请 申请量暴增 人手却明显不足 尽管香港目前已经有八成护照申请 是透过网上或自助行事办理 但最后领取护照核对 还是需要人工 在追求疫后复苏时 解决缺工问题成了当务之机 TVBS新闻综合报道